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与此同时,非居民非法入境、非法逗留、非法工作或者从事其他和旅游目的不符的活动也都越来越多 有些甚至涉及犯罪 对澳门的公共治安以及公共秩序带来日趋严重的负面影响 并且使出入境执法工作以及安全管理工作面临重大的压力和挑战 另外,周边国家或地区恐怖主义犯罪也都对澳门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根据执法的需要和国际上成功的执法经验 加强出入境管制和严格对外来人员的管理是有效预防、预警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重大举措之一 加上言行规范入境、逗留及居留许可的相关法律及法规 实施至今已经十几年,跟不上现实需要 不所以有必要作出修法 很多规定已经与社会发展严重是不相适应 有必要是作出适当的修改和调整 以加强出入境管控的机制和手电 延线出入境管理 有效打击非法出入境和非法逗留行为 以防犯罪 确保澳门成为包容开放国际旅游邀行中心的同事 亦都是移改易游和出入境顺畅的安全城市 我们希望在公开咨询后尽快进行修法 切实解决上述问题 并使出入境执法部门的日常工作 能够有更科学、更合理和更有效的学术工具 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维持澳门的安全与稳定 确保市民的安居乐业 以更科学的逆臼 和更加简明易懂的条文表述 方便市民大众、执法部门和法律工作者 更好地理解、解释、遵守和执行相关法律 实现更好的执法后果和守法后果 并且能够最大程度减少司法的增重 而今次咨询的重点问题包括 引入生物特征作出入境管理 管控未成年人出入境确定立场 界定假结婚罪行 增加酒店传送非居民入住资料 给行政当局的义务等 最后本次公开咨询的一项重要议题是 对于并非由父母、亲陪和未成年人出入境管控的问题 这个议题是非常重要的 但它在达成共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 我们希望港大市民就这个议题 进行认真理性的思考 并且提出相关的意见 五资讯期由即入开始 至到去2018年的6月6号 期间将会举行七场的资讯会 其中四场是业界资讯 五三场就是公众资讯 现行与澳门出入境制度相关的第四 斜华2003号法律 以及第六斜华2004号法律 已经实施了十几年了 为了配合社会的发展 达区政府现正对上述两条法律进行修改 并且会合并成为 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许可的法律制度 公开咨询期由2018年5月8日起至6月6日 公众可以透过公开咨询会 专题网页、邮寄、电话以及全真方式发表意见 有关的咨询文本可以上政府入口网站 以及治安警察局网页下载 或者到相关的地点撒取 欢迎公众提出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